来到大甲镇南宫 我们要带您参拜一下这一尊 价值有上亿元的紫罗兰翡翠妈祖 光是雕工雕塑的相当精细 就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参拜完了 我们要带您到庙街的夜市 来寻找这一家全台石头玉米的创始店 这一家店的玉米用石头焖煮出来之后 吃起来不仅Q软 而且保留一点原始的甜味 然后加入一点点的沙茶酱烤到入味 成了当地最夯的平民小吃 翠绿中透着天然的紫罗兰色泽 庄严神圣的面容彰显着妈祖的死碑 它是大甲镇南宫的翡翠妈祖 2011年由大陆富商捐赠给尿方 共信众参拜 价值上议员的翡翠妈祖宛如艺术品般 从头到脚都很完美 就连小细节一百皱折都栩栩如深 这个妈祖非常漂亮 在翡翠妈祖 这个可以说色泽很漂亮 这个可以说翡翠 紫罗兰 可以说很漂亮 这个可以说这桌是四 它听说是四顿老鳥 摇到现在已经是冬龙村炖半 这是一个大陆的国师 鱼国师 老鳥 钓庚每年 sangat兴受的 香火顶上的正南宫 集结信众所捐赠的黄金 总共七百两 热融之后所打造的黄金妈 这个金妈祖 请三个印度債夫来拍女孩 所以她的港夫 秋冈真好 你看她的头发 洗洗如生 可以说秋冈真是 港夫也非常地老道 你还看我们的 这个头上 我们的宏观 我们会怕这个金猪 边上这个虚膏都会脆 收吃清香 祈求平安 参拜完马祖后 重头戏登场咯 你们等着 大家过来有很多 大家过来的特色 我吃什么小吃 每一口都好吃 每一口都有 每一口都有吗 有啊 都很好吃 那我去寻宝咯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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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那个大甲最有名的小吃是什么 玉米吗 玉米 那边有一家 从那边就那边转过去 一家石头玉米 到了到了 嗨 老板你好 你好 你看这家玉米专卖店外表简陋 您说烤出来的玉米是来Q台又带劲 还没开店就有一堆客人站在旁边望穿秋水 这里可是全台第一家石头玉米的创始店哦 以前就是说 我们这样一家工店 我们去菜的那种控油 我来说我们做生意 就用上楼 比较干净了 这这石头就是我经过高温处理过 才能烧 才能烧 没会封去 我经过有些人 这样烧烤的玉米涂上特制的沙茶酱 还要加上香丝木的加石才会对味 不过要怎么烤可是有佩服的哦 外层裹上厚厚的自制沙茶酱 充满甜味的堆堆玉米 不但保持的juicy口感 还多了一份炭香味 小姐 这一米 谢谢 老板娘 大家还有什么好吃的 在那个夏季有一间那个十字路口 一间霸碗很好吃 有霸碗很好吃 走了走了 拜拜 拜拜 老板我要两个霸碗 下午四点肉圆店才刚开店 这里就挤满了前来长线的抛客 小姐 你要什么 老板我要四个霸碗 四个豆腐肉汤味用 瞧瞧人多到抢不到位置 居然还有人甘愿站着吃呢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它 端一端的肉圆可不是盖的哦 外皮按下去 马上就会弹回来 面面就在于这看来半透明状的熟脆 就像是制作面包的老面 加入太白粉与地瓜粉后搅拌 打出来的肉圆皮Q度更是高人一等 这就是熟脆 熟脆就是像我们在做鸡 我们如果做鸡鸡鸡 我们要有熟脆 熟脆下去 鸡会比较Q 肉圆就比较Q 比较好吃 厚皮的外表配上这香喷喷的肉馅 仔细看不同于传统的肉圆 是千岁的猪肉馅 这里确实大块的猪肉片 加上快壮的笋丁让人不想念也难 风马祖追美食 喷香的石头玉米 端端的肉圆 这些在地的大家美味 在马祖的庇佑下 人气旺道也成了大家朝圣的目标哦